我打完了兩劑AZE鳥了 真的沒有你們想像中這樣恐怖 剛剛有個工作人員跟我們講要等兩個小時 在這邊約起我就覺得大機會接觸到病毒 很生氣真的是太生氣了 各位 我又翻車了 我頭痛到爆炸了 現在是頭超痛的 很熱 我打完了兩劑 Hi 我是Chan 今天這支影片是不是要記錄一下我重要的一刻 我打完了兩劑AZE鳥了 很多人講AZE不好AZE副作用多 那這一集我希望你們可以看完 因為這是一支打完兩劑AZE的過來人 跟你們分享的72小時最完整過程影片 真的沒有你們想像中這樣恐怖 我的第一劑在5月19號 第二劑在7月19號 相隔整整9個禮拜 這9個禮拜裡面我每一天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很想快點打完兩劑 但是心裡面又很怕自己很像第一劑這樣改 嗨嗨今天是7月19號 現在是下午4點半 多半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要去打疫苗了 第二劑AZE疫苗我們來了 頭子 給大家看看我們準備好什麼 我們根據網上的人講咧 我們就先準備好更換的衣服 然後等一下打完疫苗回來 馬上衝去廁所沖涼 放上新的衣服這樣就 完美了 OK 所以如果你們有看我第一劑AZ疫苗那個不難反應影片的話 應該都知道 他差點沒把我送走 我算是比較嚴重的 你知道嗎 就是我又發燒 然後我發冷 我撈腮 全身肌肉酸痛超級不舒服 下不到床的那一種 所以對於第二劑我真的是很擔心 我不知道什麼情況 我們等一下打了就懂了 就update你們 去上次的今天我們就是自己開車去 然後順便給大家看看 我的訊口叫 你的名字呢? 又回來了 超晒的 天氣很好 最適合打疫苗 What? 飛身住的話要在外面等一下子 超多人 而且為什麼要曬著太陽啊 很熱 我在想這樣久會不會是這邊進去就直接在這邊打 偶遇朋友 這個他遲來但是他先進了 好羨慕 怎麼他遲來他先進咯 很羨慕啊 現在是6點15分 我們等了足足45分 走還在隊伍裡面 我連排隊的源頭在哪裡都沒有看到 然後剛剛工作人員拿椅子給我們 看我們很可憐 全部都坐著等 然後後面全部站著等 6點半了 6點半 Oh my god 然後你就看這station 3的人 這樣子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跟你腳很快 剛剛有個工作人員跟我們講要等兩個小時 station 3已經打完了 6點半了就走了 為什麼我們要等兩個小時 否則覺得如果坐不來的話 你可以把我們的appointment延遲 待在這邊越久了 就越大機會接觸到病毒 不walk in 啊 是啊 是勾魚了那種 很生氣的 是太生氣了 覺得是我們上次太好運了 我們太快了 上次把運氣都用完了 哈哈 終於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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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咧 還有半個小時 就已經足足等兩個小時了啊 奉勸如果你是PWTC Station 2的人 做好心理準備 可能你就像跟我一樣等兩三個小時的人 帶好水帶好食物 真的很餓 終於啊 終於到我了啦 終於了 現在是晚上7點半 等了兩個小時之後 終於進到來了 嗨 見了 等了兩個小時啊 我知道這影黑衣處 有可能被罵 但是我還是想講 當下我是真的很生氣的 我知道工作人員真的很忙 他們每一天都要打幾百千萬幾秒 如果你把我的appointment推遲的話 我真的是ok的 那麼多人擠在同一個空間 整整兩個小時半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尤其是現在疫苗中心這樣多case 我不懂他們見過什麼人 他們也不懂我見過什麼人 我媽媽一直wechat我 叫我每個五分鐘消毒一次 她真的很擔心 不給你拍啊 可以拍 一定要出來才可以拍 為什麼她幫你貼沒有幫我貼 不知道 一定是看我來貼咯 是不是 你剛才有看裡面有沒有睡 有 一定要看打空針嗎 ok跟上一次一樣 我們一樣整個15分鐘就可以散人了 要回去吃晚餐了 現在是7點半 我想出好像是7點45 有打到就好 然後安全就好 等一下如果我遇到Vlog的話 他問我 蛤 怎麼這樣夜還出來 趴趴走 我想的啊 可是剛才那個打針的人有跟我道歉 他打完針跟我講 Sorry for waiting 沒有啦 我就講真的是等很久啊 等他有跟我道歉 現在是晚上9點鐘 我們用了非常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半個小時去消毒去沖涼 然後洗頭還吹好頭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快點去吃東西 太餓了 KFC 還有一點炒飯 我記得那時候我打完第一季AZ 回到家當晚那個胃口是很好的 那打完第二季會不會也是一樣呢 No 胃口沒有變好也沒有變壞 一切正常到不能正常 現在是晚上10點鐘 剛剛吃完晚餐 OK 跟大家報告一下狀況就是 沒有什麼狀況 真的是沒有 就是完全任何不適的感覺都沒有 要講的話就是可能手臂有一點點的痠罷了 就是完全基本上可以講是沒有什麼不舒服啦 然後阿Ken的話也是一樣 畢竟現在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相隔 所以我可能再看看夜點再看怎樣這樣子吧 現在是半夜一點鐘 現在的狀況就是什麼狀況都沒有 有鮮龍火虎 但是只是手臂還是有點痠啊 一樣喔 就是手臂痠痠 但是沒有發燒 沒有發冷 然後我剛才吃完了一個椰子 然後看完一套戲 耶 什麼不舒服嘛 手我拿不起來啊 就這樣啊 明明就拿得起來 現在是半夜不如9點 這個人竟然還有精力在做工 我等下就沒有精力了 我 哇 有人新電腦了 哇 半夜 半夜 差不多到3點了 是不是打來AZ特別精神啊 好像有點燙了喔 嗯 是不是 嗯 開始燙了喔 你不要咬我 你在玩我 Cooking Battle 哇 玩了100年我還在玩Cooking Battle 不要笑我啊 我可以講很多人玩啊 這個game 你敢笑你 你很厲害耶 跟我一樣經歷過第一季AZ附中很大的應該都記得 第一碗喔 是辛苦到完全不能睡的那一種 但是我要告訴你 AZ第二季的第一碗 我睡得很香 睡到下午2點鐘 睡到眼睛都中了 嗨嗨 嗯 沒有事情 沒有喔 什麼都沒有啊 只是眼睛中的啊 我胸口痛而已 胸口痛 OK 這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症狀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反正呢其實就是有點小開心 因為 我以為自己會生病 結果沒有 很多人講AZ的疫苗第二季的副作用 沒有第一季那麼大 然後如果你是打Cinovac打Fizer 可能你第二季就會比較大 真是很開心我 所以我現在就要去吃早餐了 午餐OK 現在是下午6點鐘 眼睛有一點開始消腫了 然後手臂就越來越痠痛喔 基本上我昨天晚上睡覺 抑壓到我就是超痛的 然後我現在只可以拿到這邊 然後開始有一點小症狀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生病 但是我沒有 覺得自己身體很熱 但是其實我磨一下 我又沒有發燒的喔 就是那種一直好像 覺得自己生病 但是其實真的沒有 真的那種感覺 精神到想去打球是不是 三寒 夜晚餐 有湯 有豬肉 有荷蘭徐 有菜 我沒煮了 特地拿過來給我們吃 登登 我們好像好好胃喉這樣 你看三四送一湯 但是我們吃真的餓了 吃番茄 就在我很開心 因為第二劑SY疫苗 真的跟網上講的一樣 完全沒有任何副作用的時候 各位 我又翻車了 本來開開心心 畫風一爪完全沒有一點點的防備 我突然開始有點劇烈頭痛 然後身體開始有點肌肉痠痛 身體溫溫熱熱又OK 又好像不OK這樣 可是我並沒有發燒 我稱這個狀況為 發病邊緣 HOST AZ DAY ONE 又吃而已 夜市 很累耶 很怪高的睡醒喔 剛好晚 現在幾點 現在 10點半 10點半剛睡醒 晚上還多喔 真的很累喔 突然就是超累的 然後我就倒下去睡 有發燒沒有 沒有 沒有 就是一直在發燒跟不發燒的邊緣 你知道嗎 安慰自己 現在是半夜12點 你看看 他人還在外面拍這東西 坐著拱 應該還沒有這樣找睡 我剛才還好好的 然後突然畫風一轉 我頭痛到爆炸欸 現在是 頭超痛的 我應該不要等他 我要先睡喔 這個情況我一直斷斷續續 睡了一覺 好了 但是過了一下 又回來 直到第三天的早上 早安 今天是7月21號 現在是早上10點鐘 基本上就是 我一睡醒 就已經不頭痛了 然後你看我的手 哇 你覺得要這樣搞啊 有什麼問題啊 拍這段的時候 已經是我打完疫苗的第四天 我已經完全復活了 我想跟你們講 第二劑AZ疫苗 比起第一劑AZ疫苗的副作用 真的好太多了 可能你經歷過第一劑嚴重副作用之後 你會很怕 但是你看一下我 我身體算是比較不好的 上一劑從我打了疫苗的當完 算起我一共吃了三次Panadol 才算勉強舒服一點 而這一次我一顆Panadol都沒有吃 發生在我身上的副作用 也只不過是 頭痛手臂痠痛還有發病邊緣 而那條水是 基本上完全沒有任何副作用 它只有一點點手臂痠痛 是絕對可以承受的範圍 我還可以照常工作 照常生活 不需要拿MC 但是還是那一句 每個人的反應都是不一樣的 像我的話我是頭痛 那條水是胸口痛 然後我一個女生朋友 他是完全沒有任何副作用 有個男生朋友 他又偶又發了 這個都是看個人體質 自從打了第一劑AZ疫苗之後 就開始看到身邊的朋友陸陸續續 拍到Sinovac Pfizer的疫苗 而這兩個疫苗 比起Azac的話 他的副作用是相對比較少的 像我媽媽打Sinovac 他一丁點副作用都沒有 然後再看回自己 第一劑Azac 發燒 發冷 肌肉痛 寫肚子 第二天還要忍著一切去工作 想起來根本就是耳末 而且Sinovac Pfizer第一劑和第二劑相差 只需要三個禮拜 Azac 朱朱要等兩個月 我以為我比別人先打第一劑 結果後面拍到Sinovac Pfizer的朋友 他們已經打到第二劑了 而我的第二劑都還沒有到 講真 當時我真的有點心理不平衡 曾經有那麼一刻我想到 如果當時我是沒有去搶Azac的話 可能現在我也是打到別的牌子了 但是後來我認真的想一想 其實每一個疫苗每一天都有負面新聞 你說Azac保護率沒有90%會中血酸 我說Sinovac沒有辦法對抗變種病毒Delta 他說Pfizer有可能會中新肌炎 而每個人對疫苗的反應又是不一樣 連科學家都沒有辦法判定哪一個疫苗是最好的 而我們又怎樣可以單憑留言匪語去判定哪一個疫苗是不好的咧 所以記得 只要是能夠防護減低COVID嚴重性的疫苗 就是一個好的疫苗 在這個每天十多千COVID case in Malaysia 無論你打了什麼牌子的疫苗 能保護到你就是最好的 不要被別人的黑暗影響了你的思想 跟你的生活 打疫苗的最終目的 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跟假人團聚 可以和一大班朋友Gathering 可以去機場等飛機 可以自由自在去旅行 可以chong care tai hai siu 也 zek lo 可以出門不用戴口罩大大口吸氣 可以走在路上看到旁邊兩排店面全部在營業 可以讓生活盡快回到正常軌道 可以做嗎 可以花了幾天